問社會不公 打政治不易 我是黃之仙 歡迎收看夜問打拳 祝全世界的兒童今天快樂 當然全世界的兒童節不是4月4日 只有台灣兒童節是4月4日 兒童要快樂 要他們的上一代 為他們做很多事 那我們現在所做的很多事情 會影響現在的兒童 他們的未來 他們的將來會是光輝燦爛 還是走入死胡同 其實就是在現在的這一代 你真的覺得我在講什麼空話嗎 我們身邊有很多外勞 有從泰國的 有越南的 有菲律賓的 有印尼的 請問他們出生的時候 他們受教育的時候 難道他們比較笨嗎 那他不如你我的身邊的小朋友嗎 那麼為什麼有這麼多在當地是大學畢業的 是高財生 可是變成在台灣要做勞力的換取金錢呢 為什麼要在這裡離鄉背井 然後存一筆錢 工作很多年 為什麼 是那個國家的問題 還是這一個人不努力呢 那台灣現在是不是慢慢慢慢慢慢 不知不覺的就走向那個境地呢 你覺得說台灣 哎呀 我們台灣是寶島 我們遇過多少事情從來沒有問題 歷史上有多少地方曾經光輝燦爛 曾經進步繁榮 一夜之間就沒有了 那就是有權威的那些人 他們做了一些該死的 做死的決定 讓老百姓無路可走 今天 今天是兒童節 我們所思所想 所說的話 所做的事情 就會影響一代一代的兒童 不只是台灣的兒童 也會影響大陸十四億的人 你希望大陸的兒童將來怎麼看台灣呢 你希望你的下一代長成以後 他面對的十四億的大陸的同胞 是喜歡他們 還是厭惡他們呢 你如果現在每天台灣人動不動 就 動不動就是大陸如何如何 你怎麼樣子的對付那樣子 那將來大陸十四億人 長成的兒童 變成的大人 又會怎麼樣對台灣呢 今天跟我們一起打拳的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中國時報社長王峰 志全各位朋友大家好 新黨文宣會副主委李明正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有三位臺北市議員 臺北市議員齊輝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臺北市議員 羅志強 大家好 臺北市議員王洪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可是呢 等一下就看一看 臺北市現在的光彩在台灣 本來是獨領風騷 現在已經完完全全被高雄市 給奪走了 高雄市長 韓國瑜他做什麼事情都引領風騷 好 昨天他們出來開一個市政的一個記者會 幫自己一百天打分數 我們昨天有大致講過一下 他說他不敢給自己打分數 他覺得永遠都是做不夠的 但是呢 小林村滅村的國賠案 他非常暖心的 非常感人的 我們昨天也講過了 真的讓人感動的就是他放棄上訴 讓小林村的受災戶可以拿到金額不多 幾千萬的國賠 但是那個意義是讓悲哀的過去 可以有個結束的機會 也代表說政府承認自己有錯 要為那些人命付出代價 並且道歉 聽韓國瑜講 大家都很關切小林村 這十年官司的殘授 我們估計大概要編列三千兩百萬左右 那最高法院這個判決的那個意旨 高雄市政府也很難違背 何況小林村的村民 經過十年的法律的殘授 我相信爺爺身心俱疲 在那市政府照顧市民的立場 本來就希望每一個高校市民朋友 過得很開心 很快樂 受到不公平或者覺得不正義的地方 能夠得到應該有的補償 所以我們市政府決定放棄上訴 除了小林村的事情以外呢 公布的一些民調 那他們是委託背景侵律的 一個山水民調公司做的民調 市長本人的市政滿意度有六十一點三 但是青年人對市長的滿意度有八十三點八 對市政府的市政未來看好度是六十九點四 而青年高達九十一點八 你看二十到二十九歲是八十一點六 市民的光榮感到七十六Percent 而市民裡面的青年學生的市民光榮感高達八十三點六 三十到三十九歲是七十九點九 你可見說年紀越輕的越有光榮感 那但是對於高雄市政府的團隊有沒有那麼滿意呢 沒有只剩下五十八點九 還是想說他會檢討改進 謙虛以對 而支不支持跟大陸的城市做交流呢 七十一點二支持 所以民進黨應該閉嘴吧 洪威 那個高市府團隊的滿意度 五十八點九說要檢討改進 其實五十八點九非常高 我必須要說在臺北市市長的滿意度都沒有那麼高 所以可能他覺得說還是做得不夠好 那其實這個百譽 就是很多市長到了這一百天 他當然要最主要是拿出市政 我記得那個柯文哲 他剛上任臺北市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很大的一個光環 那時候他一百天的時候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做了一個所謂的就職百譽的一個音樂會 好 就是來好像大肆來慶祝一下 那可是相對今天韓國瑜他就職百譽 做了一件其實很多包含過去藍營的 縣市首長都沒有做的事情 就是在小林村在這個訴訟的過程裡面 這個判決輸掉了 但是他放棄上訴 我想到臺北市馬英九過去的 對 那時候 東興大樓案 對 那時候東興大樓案 其實所以很多人在這個批評的時候 常常有兩套標準 那包含韓國瑜他對這個小林村放棄上訴 就編列這個預算 然後就賠給這些小林村非常辛苦 因為當時是滅村 他們這些災民事實上都受過 甚至有全家幾乎都罹難 剩下人非常非常少的這樣的痛苦 那願意用悲天憫人的心懷 韓國瑜就說莫忘世上苦人多 莫忘世上苦人多 所以也就是說不要讓這些災民 在一直持續的纏頌 那有沒有人批評他 還是有人批評他 可是同樣的 可能同樣的一批人 當時在罵馬英九 就是跟那東西大樓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跟這些災民 要一直的纏頌下去 為什麼一直要上訴 對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因為打國賠案 為什麼很多國賠案很難打 就是因為 因為一打國賠 好像就代表說 這些公務人員有失職的地方 那他們為了捍衛自己 捍衛自己 所以那國賠一定一打再打 一打再打 一直上訴 對 就一直上訴 市政府就會一直上訴 因為否則的話 那不是就承認我自己 有失職的地方了嗎 所以也就是說 常常一件案子 拖了非常非常久 然後這些人呢 其實是受災的 但是他又很痛苦 那市政府 政府也沒有辦法 去回饋給這些人 所以我剛剛特別講 一個市長柯P當時候 是開一個音樂會 大肆慶祝 但是現在呢 他是回饋給這些災民 也就是用悲天憫人的心情 去照顧他的市民 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會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 在台灣也很少見的事情 你發現民進黨 真的鋪天蓋地舉全黨 來去要殲滅韓國瑜一個人 可不管怎麼打 韓國瑜民調另外是第一名 為什麼很簡單 你看光這件事就知道 今天韓國瑜選在他上任白日的時候 他有大張旗鼓慶祝什麼 沒有啊 他今天就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今天就結束掉小林村那些災民 他們的十年的痛苦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今天做的事是跟人民站在一起 那你就發現民進黨為什麼一直打不穿打不透 打不死韓國瑜呢 因為民進黨甚至把人民區隔身所謂求溫寶叫禽獸 可是他把人民視為豬狗禽獸的時候 韓國瑜做什麼 他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 那我們再講這100天韓國瑜做了什麼 你不要講一個出訪一個出訪就52億的訂單 還被民進黨嫌到變成是賣台 那你看看在投資高雄這件事情 那個郭台銘也下去宣誓要投資 昨天工總下去說要投資2000億 然後你看高雄的觀光的氣勢起來 你就發現說大大小小的事情在100天內 別人做不到的事情韓國瑜就100天內做到 他就是一個非常有執行力的市場 而他執行在哪些地方就執行在人民所關心的事情 又是他苦民所苦 他在意的是人民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 不管說今天陳明通拿出豬狗禽獸 想要去修理韓國瑜 掛他一個所謂的賣台的一個大帽子 結果七傷拳打過去 七傷拳在自己身上 那為什麼今天那個陳吉仲 他一三番兩次要去挑剔韓國瑜的MOU 還在嗆聲說不要搞錯了 我農委會如果沒有配合協助 你以為你那個能夠賣得出去 不要鬧了 還可以嗆聲 可是對韓國瑜來講 他的民調 他的支持跟民心不動如山 因為他底子厚 他真的做的事情 民眾是看在眼裡的 而今天民進黨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如果說為人民增福利 幫人民去增訂單 這個都叫做禽獸的話 那麼大家也心裏心製肚明 你不在意民眾溫飽的人是什麼 那你才是真的是禽獸不如 其實陳明通意思是說 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除非支持民進黨搞台獨 除非跟他們一樣沒有人性 不然我們每個人都是禽獸 就是這個台獨政府 是由我們兩千三百萬禽獸 我們交了稅 然後養一群禽獸不如的傢伙 那這個韓市長呢 他最近有一個 讓人家很驚訝的事情是 國民黨黨主席吳敦毅 本來在四月三號早上 講說五月的 五日的下午三點半 會在臺北跟高雄市長韓國瑜 見面討論選總統的意願 因為吳敦毅現在一顆腦袋 就是抱著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有的壓力其實也都在這裡 每一個人都知道現在 國民黨現在要推誰不推誰 這個所有尷尬的場面 但是只有吳敦毅可以處理 而但是四月三號早上 吳敦毅剛降獎 下午韓國瑜打電話給副主席曾永全 他說因為籌備四月十號要去美國 近日事務繁忙希望改在十八號 從美國回來以後再見面 因為他四月十八號回臺灣 那回臺灣以後到底哪一天見呢 這個也沒有講 只是說十八號回來 然後再見面 四月三號晚上的時候 韓國瑜透過高雄市的新聞局長 王淺秋表示說什麼呢 說目前完全沒有意願參加國民黨內的 總統初選 總統初選 然後這個時候呢 在他接受聯合報的專訪的時候 那當然這個問題一定會丟出來 你就是二零二零年 你到底選不選總統 韓國瑜說到目前為止 總統通通沒有去探頭探腦 現在幾位重量級人物的表態 就讓選民決定 我到目前為止就是一樣 答案不變 那怎麼看待黨內的初選呢 他說不管是總統或立委 都不會介入 因為他們要互相競爭 我們介入不是很尷尬嗎 那不管怎麼樣 我目前說沒有考慮二零二零 是負責任的講法 來 請問 請議員 他自己拼示證 講到二零二零就是我目前沒有考慮 但是所有的事情 包括國民黨到底要推誰 還是圍繞著韓國瑜 當然 當然 因為他的名氣最高 民調最高 那韓粉也希望他出來 甚至吳主席 主觀的業員也希望他出來 可是他現在不見面 對 要推到從美國回來 我覺得他不見面是一件明智之舉 我個人認為 為什麼 第一個我們下個禮拜 黨內的這個中常會要通過 總統初選辦法 又不能再拖了 那這個四月中旬要公告 然後開始要展開這個初選的時程 這是最早就公告的 他不能再往後延 但是在這個當中 王金平堅持要參選到底 然後朱立倫也提到說 要徵招就大大方方徵招 要初選就趕快辦初選 所以吳主席他有一定的 程序正義的壓力 他所以就在四月五號 要去見這個韓國瑜 然後四月八號見王金平 之後要去見朱立倫 但是時間還沒有敲定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要走這個過場 就是說他身為一個黨主席 他先要跟這個有意參選的 或者潛在的候選人見一見面 再把他這個初選的公告 辦法拿出來 否則到了中常會 大家會打槍說 你這個公告是閉門召拘 你都沒有跟他們討論過 你自己中央黨部寫寫畫畫 就知道中常會通過 就算中常會通過了 大概黨員選民也不買單 所以他決定要去見這個韓國瑜 而且把他列為第一項 那韓國瑜暫時不見這個吳主席 我覺得是聰明的 因為如果說他先見了吳主席 我相信他不會全程公開 那這個閉門見面當中 會給人很多不當的揣測 然後也覺得說好像這個黨內初選是為韓國瑜量身置疑的 所以他避開這個公告的時間 表示說你這個遊戲規則 我韓國瑜沒有意見 沒有參與 沒有干預 然後呢讓這個王金平先去跟吳敦義談一談 再讓朱立倫談 我覺得他這個時間順序 就是他見面的這個次序把自己放了最後 是禮讓前面要參選的 也是自保的一個方法 那再加上就是說這幾天他也沒有閒著 你看王金平也跟他兩路見面 為了公總的事情 之前的晚宴 還有這個最後的招商 那他也會去探訊一下王院長 因為我從媒體上感覺到就是說 參選當中王院長的話講是比較難聽的 比方說這個說特邀 王金平說特邀是哪一隻邀 那所以我覺得說他也不想得罪這個王院長 因為王院長畢竟對他有恩 他不想說我一出來就搶掉王院長的位置 因此我覺得韓國瑜這樣的一個做法 適緩則緣 是保自己也保大家 我覺得我支持 好 但是吳敦宜本來信 就是我是一個主席 我出來宣布說 我後天要跟韓國瑜見面 然後突然間我自己要吞下去 他沒有要跟我見面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畢竟是有點比較感覺上 對我們主席不禮貌了 對對感覺上是是沒有那麼禮貌的 感覺 那同一天 主席人說 我的立場就是兩個權力 如果徵召韓國瑜就大方徵召 我全力支持 但如果要初選就公平初選 我全力以赴 那主發會的主委李哲華說 立委跟總統候選人 都是命運共同體 你這些國民黨的黨籍市長 都應該對總統這個提名的辦法 或初選 你應該表態 你們應該給黨主黨中央一些黨內的民意參考 讓吳主席在協調的時候 能夠更好做事 他意思說你們每個人都要公開出來放話 公開出來講話 然後用你們的意見 然後來讓吳主席有底氣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好 那這些縣市長都講話了 侯友宜說制度遊戲規則的人 不該要求旁邊的人當鼓動者 這話沒有很好聽 你們這些制定遊戲規則的人 你不該要求旁邊的人做鼓動者 然後盧秀燕台中市長說 我不願表示意見 雲林縣長張立善 嘉義市長黃敏慧都現在不適宜表態 然後宜蘭縣 新竹縣 苗栗 花蓮 台東縣的縣長說 尊重黨中央的規劃 就是大家都閉上眼 閉上嘴巴了 李哲華是代表國民黨的主發會 他在操盤 他的意思其實 罪人代表所有人裡面 黨中央的意見 對 他叫大家講話 然後結果就被教訓了 因為社會各界都要韓國於選 那他希望你們所有立委 因為我們現在在野黨 如果按照內造政黨的原則 那國會這些立委是最大的 你們應該明確地講 你們也希望韓國瑜 還有縣市長 是 然後地方的諸佛 你們也出來講 對 那我讓韓國瑜出來 我就更有正當性了 但你們不給我吳敦毅力量 雖然我吳敦毅很響 但是你現在我如果用吳敦毅 自己的方式去徵召韓國瑜 人家會怎麼講 吳敦毅也是四顆太陽之翼 你自己選不上才故意拱一個大咖 來打壓朱立倫跟王金平 對不對 一定會這樣講 這所有的話都是可以兩面講 然後都不被責任 對 然後他希望說有更多的力量 這力量就希望立委跟地方諸佛 你們來表態 那我去請他出來 因為黨內這些最具民意基礎的 最具民意基礎就是縣市首長跟立委 對 那他們就這樣講了 對 所以這個力量對我來講很重要 那結果得到的回應是這樣 是啊 沒有人講話 不是 因為黨內出現 大家各都有朋友啦 我覺得現在韓國瑜 他最為難的其實並不是其他太陽 他最為難的太陽就是王金平 王金平說對不對 特邀是哪隻邀 我老實講 你選舉不管怎麼樣 你最後還是要 你不靠這隻邀怎麼行 對不對 那他在黨內 他在高雄很不順利的時候 是王金平 那時候幫他辦了三三 很多朋友說不一定這樣 但是至少在外面 大家都是這樣解讀 就那個氣勢就有嘛 是 然後他到各國去推銷水果 靠他最近 站他旁邊 那個人是王金平的大將 蕭敬翰 對不對 農會的啊 是農會 高雄農會理事長 他一直是白派的 賣農產品 當然是在農會的人在旁邊啊 幫農會做事耶 是啊 那所以大家都看到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默契嘛 那今天王金平表示 我只選一屆 王金平講的有道理 如果照那個來講 王金平講 我只當一屆 那四年後 國民黨誰最適合選 當然是已經當了五年的韓國瑜嘛 那時候就不會有人說 你才剛當選或怎麼樣 都不會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講的 他是給韓國瑜的支持者講 就你們現在聽我 五年後 我幫韓國瑜打點 把整個所有的規定法律都讓好 五年後讓韓國瑜好做事 現在王金平講的也是這樣 這個是背後的含義 那王金平對他又有這個恩德 所以現在變成韓國瑜的圍欄也在這裡 那我只好把時間延後 你要我怎麼找見面 那我盡量越後越好 越晚見面越好 越晚見面 第一個 你們可 你們在太陽自己能夠又多一點時間去協調 第二個呢 我的任期就比現在一百天長一點 人家的講話聲音就露一點 所以他的用意是都在這裡嘛 真是為難 每一個人其實都 再怎麼樣思考都只能從自己出發 可是我們老百姓的未來 誰來把我們想 過去長時間以來 那個民進黨把南部 尤其是農民民視為他們的禁聯 這些人永遠是他們的鐵票 這個國民黨怎麼樣打都打不進來 可是現在有一個人打進來了 這對他們來說我覺得是心頭大患 尤其是握他之策 啟容他的憨稅 那如果在這個樣子 再繼續讓韓國瑜經營個四年五年 那整個南部落 農民民現在補牌一片 全部倒光了 那以後民進黨怎麼選 韓國瑜他說要去美國了 四月十號到四月十八 我們沒有刻意的牌 如果接待方有安排的話 那我們也不會排斥 一樣客水煮變 聽說有一位退休大使級要跟我們見面 我不曉得 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兩個校園 一個是哈佛 一個是史丹佛 還有一些企業家 高科技的廠商 他們有一些興趣 可不可以來高雄投資 我們介紹一下投資的環境 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有一些插入一些其他的行程 我們也聽主辦方的安排 我們樂意來配合 應該韓國瑜現在心裡面最佔據他的心神的 是美國的訪問這件事情 因為不管是新馬的訪問 大陸四個城市的訪問都一次比一次成功 那美國的訪問對他來講是另外一個挑戰 因為過去他跟美國本身的淵源比較少 那這次去哈佛 去史丹佛 美國要好好的看看韓國瑜 韓國瑜現在在準備去美國 聯合報專訪他的時候 他怎麼講王金平跟朱立倫呢 他說 他講到朱立倫 他說朱立倫最近已經從青州小菜 換成麻辣火鍋了 朱也要告訴選民 他要做什麼 而且朱立倫現在有一些政見強度越來越強 相信朱立倫也是感受到 有些地方不轉型是不行的 王金平呢 他說王金平他有志於總統大位 好好打這個仗 對選民講他要做什麼比較重要 至於四年之後交棒給誰 那應該不是選民關切的事 我覺得他評論這兩個人都一針見血 王金平出來選 講說我要選總統 他不是講說我要怎麼樣做好一個 他就說我只做四年 我管你做幾年 你做一天要選民高興你坐在那個位置上 好 那賴清德呢 他說賴清德 賴清德視韓為對手 怎麼開始選總統 就說我是百年難得一切呢 如果他真的欣賞我 怎麼會到他選總統的時候 才把心裡壓箱的話 最沉的話掏出來講 而且我不覺得賴清德酒量比我好 我也不覺得賴清德向力胡衝 其實我覺得最近大家在這個媒體上網路上 一片就希望韓國瑜出來選二零二零 可是我跟韓國瑜有一個同樣的感覺 就是為什麼賴清德初選的時候 突然要挑韓國瑜出來講 我覺得他不是只是為了炒話題 而是民進黨現在就希望韓國瑜出來最後打一場藍綠對決 而他們認為走戰爭邊緣路線打藍綠對決 最後民進黨有翻盤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在思考說 到底二零二零 或是怎麼樣對整個藍營好 我覺得要換一個角度來思考 就是假設今天韓國瑜突然出來要選了 高雄的江山 高雄地盤誰能夠接得下來 如果沒有人接下來 是不是民進黨又拿回去了 而更重要一點是 我覺得為什麼綠營始終希望把韓國瑜拖到二零二零大選 因為他們不希望有一個藍營這樣的政治人物 長期的待在南部 過去長時間以來 那個民進黨把南部 尤其是農漁民視為他們的禁籃 這些人永遠是他們的鐵票 這個國民黨怎麼樣打都打不進來 可是現在有一個人打進來了 這對他們來說我覺得是心頭大患 尤其是臥他之策起容他人酣睡 那如果在這個樣子再繼續讓韓國瑜經營個四年五年 那整個南部如果農業名像骨牌一片全部倒光了 那以後民進黨怎麼選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他們就是硬要把韓國瑜拖出來的根本原因 在這個地方 可是 可是民政 是 從民調來看朱立倫如果出來的話 難道民進黨不會打藍綠對決嗎 而且朱立倫對民進黨來講 應該比韓國瑜好打 那如果是王金平那不是更好打嗎 對不起 我沒有要修理各位的意思 我相信說他們是目標戰略這個 可是就卡到一個關鍵就是柯文哲 因為如果一旦是韓國瑜出來 柯文哲就排除掉了 他們認為說基本上柯文哲 可能出來機會就不大了 那變成藍綠對決 他們就兩方就有機會 可是如果今天是三家在打這個總統大選 那情況就非常混亂 也許不能容易打這種藍綠對決 或什麼之類的 那情況可能更不明 所以我覺得這是民進黨比較擔心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乾脆拉韓國瑜打這個藍綠對決 對他們來說一貫的操作都是如此 過去不管是對這個連送 對什麼一路打到今天都是這個樣子 認為有機會就靠這個翻盤 可是韓國瑜真的是很討人厭 對民進黨來講 真的好討厭 因為其實年輕人喜歡去夜店 我們剛剛看到市政府 他們做的民調 年輕人對韓國瑜的支持度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年輕人喜歡去夜店 最討厭什麼 最討厭警察來查夜店 可是沒想到韓國瑜帶著警察 去查高雄的夜店 結果年輕人看到他一片歡呼 然後講說韓市長我愛你 然後看拿手機出來拍 你看過這種了嗎 不好意思打搶大家 真的對不起 希望能再享受快樂的時光 那我們這次是 關注市警察局 我們針對毒品防治 希望大家在快快樂樂樂的時候 能享受一個健康 有益的一個身心休閒 祝福大家 迭去假期玩得開心 千萬要杜絕毒品 好不好 本來年輕人去夜店 然後被警察這樣掃興 是覺得很煩 結果沒想到有surprise 看到韓國瑜 大家覺得賺到了 這韓國瑜 我是民進黨 我也很討厭他 就正如剛剛這個羅志強兄講的 就是說現在韓國瑜 被民進黨越打越強 他活動力太強了 因為他自己的能量 比如說小林村的這些事情 我認為就是忍者無敵 他把所有的這些能量 都在幫助弱者 幫助庶民 那他不強誰強 那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吳 朱 王 韓 這個國民黨四個 最有可能進逐大位的人 當然現在大家都把目光 放在這個韓 我覺得如果從中國的 傳統文化來說的話 我認為這個吳跟韓 他們兩位是非常道家的 就是說他就是不爭無為 你看韓國瑜就是百分之百的到家 他就跟你不爭 什麼事情也不做 我說什麼事情 就是說關於選總統這件事情 他什麼都不做 可是他其實他什麼都做 他什麼就是萬事俱備 所以只欠東風 那另外兩位呢 這個王跟朱兩位 其實就是十足的法家 用權謀 權術 有時候還會假掰 假仙一下 那基本上我認為 中國這個五千年的文化 到後來誰贏呢 就是無為不爭的人贏 我也非常認同剛剛羅志強兄講的 這個欺商權 這個民進黨對韓國瑜不斷地用欺商權 可是傷到的是自己 比如說禽獸說 豬狗說 我再來講就是說衣冠禽獸 其實衣冠禽獸 以前是一個中性名詞 為什麼呢 當中央大員的你上朝穿著朝服 按照你的品質 你上面會有一些真情走壽 所以以前稱為衣冠禽獸 是指做官的 可是到了明朝末年以後 這些衣冠禽獸 就變成一個貶義詞 為什麼呢 這些人文官貪財 武官怕死 所以不管是陳明通也好 任何人也好 如果用類似 類似像這種禽獸 或者是豬狗這種貶義詞 去攻擊韓國瑜 或者是攻擊藍營的任何人的話 我認為他就欺商權會傷到自己 就是老百姓覺得說 你們在朝堂之上 你們在廟堂之上 你們做的什麼事情 老百姓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韓國瑜今天他強的地方 就是苦民所苦 讓老百姓真正痛苦的人 他得到了應該有的補償 這個是韓國瑜他真正能量越來越強的一個關鍵之所在 韓國瑜為什麼強最大 對韓國瑜最大的恩人 真的是民進黨 從他在北農總經理要把他趕下來 就是為了新潮流要用自己的人上去做他位置 從那個時候開始 真正要掛會我良多那個招牌真的是民進黨 一步一步民進黨自己的惡 自己的殘忍 自己的胸殘 自己的貪心 那我們來看看再一個例子 行政院長蘇貞昌他回國當行政院長 然後現在最新消息是五家公股大金控 全部人事大換血 怎麼突然這樣子呢 而且聽說總統府事前不知道 使得人事案前晚一度傳出暫停 但在四月三號公股金融事業的董事長 跟總經理總共有一棟 土銀 第一金控 華南金控 彰化銀行 跟合作金庫 其中比如說第一金控的跟第一銀行 兩個董事長叫做賴燦昌 那他呢 他很有趣 二零一七年他受慶富案牽連下台 那當年慶富案風暴的核心 就是第一銀行 他因為慶富案下台 結果現在回來當第一銀行 跟第一金控的董事長 然後呢 華南金控換上新的董事長 張芸鹏 被換下來 是一個老藍 老藍男 吳當傑 張營董事長變林中元 舊的呢 也是一個老藍男呢 是張明道 張營總經理 核庫的總經理 第一銀行總經理 土銀總經理 全部都換掉 怎麼會突然來這一陣大風 大風吹 全部換掉這些人 而且聽說有第二波 所以本來以為說 你知道他前面 這是非常非常的戲劇性 所以有一些 一開始以為自己要被換 然後趕快去打聽 那谷說沒有要換啊 安心了 應該可以去睡覺 結果沒想到 又說要跟動 還是要換 還是要跟動 一天之內就全部幫你解決 連新聞稿出來的時候 都很多錯字 他不要說財政部什麼離譜 連錯字的連憑 因為蘇貞昌要求趕快換 就換了一些銀行 一些金控的董事長總經理 這有什麼了不起 那也不是怎麼樣 對不起 這個金控都資產上兆 然後他是整個台灣 很多金融的一個大龍頭 因為他是公股 然後是國家在背後 做buck的 所以呢 貸款 放款出去 或者說是做房貸 或做什麼事情 千絲萬縷 有多少企業都需要公股銀行 有多少土地啊 抵押 貸款 有多少的資源都在這手上 所以呢 我比較小人 是不是選舉到了 這個金控就是金元啊 那為什麼蘇貞昌突然換這一批 你不用用小人資 不是小人資付 因為在選前去大規模地 動這些所有的公股行庫 董事長總經理 當然是為選舉 當然是 當然是為選舉 大家你記不記得 以前那個在阿別時代 有什麼牽手護臺灣 他們很多的活動 贊助的是誰 公銀行庫 還有公銀事業 第一個 你要贊助 在動員的時候 你有人 因為銀行的人 叫下面員工去 對 還有動員人 更重要的是因為你掌控了所有的貸款的金流 企業的金流 對 所以不只這些公股行庫 這些金控公司 他必須聽你的話 包含有一些的企業 包含大企業 因為都被抓住你的喉嚨 恐怕都要聽你的話 所以為什麼公股這個銀行 他的所有的人事權 你知道過去 我在跑這個金融界的時候 那時候李登輝當總統 他是一把抓 那其中他們就吵到 連那種小小的副總 副總經理都要去 用各種管道去關輸 真的 連副總 後來聽說李登輝都很煩 說副總經理不要了啦 就他不想管了啦 這次同樣也是一樣的狀況 因為這次是蘇貞昌強力主導 所以有很多的這些董事長 他接到電話的時候 他就很奇怪 他還趕快想辦法 透過關係去找輔 因為他原來是 他認為他是蔡英文的人 對不對 那怎麼這個時候 習主任要換我呢 我做得好好的 對不對 所以本來以為說 你知道他前面 這是非常非常的戲劇性 所以有一些 一開始以為自己要被換 然後趕快去打聽 那府說沒有要換啊 安心了 應該可以去睡覺 結果沒想到 又說要跟動 還是要換 還是要跟動 一天之內就全部幫你解決 連新聞稿出來的時候 都很多錯字 他就要說財政部什麼離譜 連錯字都連平 因為蘇貞昌要求趕快換 他也怕這個就是 夜長夢多 夜長夢多 他也怕其他人來干預 所以這一次的公股航庫的 這個整個的變更 是蘇貞昌強勢主導 那當然這裡面有一些 非常非常奇怪的人選 比如這個廖燦昌 他原來是何庫的這個董事長 他下臺 是因為當時慶富案 記不記得慶富案出現的時候 有一堆公股航庫的董事長 通通因為被變波及下臺 結果這次他又 他又死而復生了 很奇怪了 對慶富案沒事了 他可以升到第一金控 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個慶富案 最主要的主辦行是第一金 那時候第一金的董事長 蔡慶年被他們逼退 那後來何庫院也有相關 他也下臺了 現在一樣慶富 這些原班的人馬 全部復活 大復活 這是玩哪出 我跟你講 這就是你只要 你只要敗對鄉 就是你只要抱對大腿 就OK了 我強調一點 蘇貞昌他絕對就是 你其他的時間並不長 但是他現在人不但他主導公股航庫 他的人現在通通都是肥滋滋 包含他那個林玉生 不是前陣子有一些國營事業 或者相關國營事業 那個變動 他的這個蘇信人 林玉生進駐圓山飯店當董事長 最近又有一個 我想可能那個小董熟 有個叫廖志堅是不是 對 就過去他當縣長的時候 是他的發言人 那一路他就是縮寫人 最近到臺灣烟酒公司當副總經理 你看到沒有 所以這些派系全部都搶位置嘛 把位置搶得死死的 我覺得一種啦 當然是跟選舉有關係 第二種也許認為自己執政時間也有限了 趕快能占位置 趕快去占位置 你不覺得現在搶得真的吃相難看了啦 接著講這個觀光群這個副作 就是把他們全部搶位置 對 就是嘴臉 來 我幫著鴻薇繼續講下去 因為剛剛鴻薇講了 就是怎麼突然間來個大調動 那個你要曉得一個金控的總經理 金控的董事長 手上捏著多少權啊 那不是年薪一百萬或五百萬的問題而已 不是 多少企業靠著銀行掐著脖子 要你死你不能活啊 所以那個權力有多大 好 那我的人要坐位置啊 位置不夠坐啊 這些人坐在那邊 那我趕一些人下來 讓我的人可以爬上去坐吧 這邊就有個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這個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他原來是觀光局 就行政院的交通部 交通部下面有個觀光局 他是觀光局的副局長 他是一個公務員 是一個高考及格 一路一路這樣子 慢慢爬上去的一個公務員 然後呢 他被逼退了 在三月三十一日呢 他之前 觀光局的副局長 他就寫出來說 他怎麼怎麼樣 然後林佳龍在他們這個群組裡面 這個政府單位的群組 四百四十二個人裡面 林佳龍就是交通部長 他說感謝淑慧副局長 對觀光局和燈會的重大貢獻 並祝福開啟退休之後的精彩人生 這寫得很漂亮啊 可是陳淑慧在四月一日愚人節當天 他實在忍不住了 他出來寫 他說本來想安靜 但是好噁心啊 我是真性情之人 口不喜說惡言 也不會虛情假意 但也不要消費我 更不要公然說謊 太噁心了 請別再粗魯對待您的部署 也請以公眾的利益為優先 我在四月一日退休了 成全別人 也間接成全自己 更還給自己自由 當時他在臺灣燈會煙火結束的時刻 他辦得很成功喔 他也知道有人要他怎麼樣要走了 那他就想我可以退休啦 我就六月退休好了 退休已經講好了 正巧同時 據說正在忙著燈會住點屏東的同時段 我的位置就有人要 好像就已經安排我到交通部 就是民生按照把我趕走 這個位置清出來 要給人家 直到三月四日燈會結束的次日 通知我要把我趕走了 他就很有鼓勵地說 不要 我不用等到六月退休 你連兩個月都不讓我等 我現在就退休 好 他退休了 然後逼他走的人叫做林佳龍 然後林佳龍匕首拿出來捅死你 然後還說哎呀 你一路好走啊 開啟你精采美好的人生 呸 真實 我跟你講 其實何止一個成熟會遇到這種情形 千千萬萬個成熟 只是成熟會他今天會站出來講話 他說我現在是老百姓了 我可以講了 我受不了你太噁心了 那我要跟你講 林佳龍就是這個德性 就是這個德性 他今天捅人家刀子 還噁心地跑去安慰別人 敢做不敢當 就是他的本性 我要再次永遠提醒大家 我不是在選舉的時候 出一百輛公車在臺中跑嗎 臺灣有史從沒發生過的事情 這一百輛公車跑的當天 上午半天而已 一百輛公車拆光光 光貼都要三天啦 貼廣告都要三天 跑 半天可以拆完 然後呢 你告訴我說是誰拆的 說公車業者拆的嗎 林佳龍說不是跟他無關 是公車業者自己拆的 吃飽撐著 結果呢 馬上沒多久 因為他是否認了嘛 結果有人馬上爆料說 他那一拆我公車 前一天晚上跟公車業者們吃飯 施壓啦 這不是施壓是什麼 所以他最後就是敢做不敢當 你今天有本事拆我公車沒關係 你就大方承認 我這邊比方舉個例子 我不是又出了一輛公車到高雄 就是說關於那個陸軍官校的事情 結果呢 我出了公車到高雄 馬上也被拆 拆了就算了 剛好遇到劉世芳 正經事的時候坐我旁邊 我問劉世芳說你有沒有去關切 你有沒有去關切 讓我的工作廣告被拆 他說有 他有去關切 我起碼佩服劉世芳 還有官說 還有去關切施壓 還敢承認 林佳龍 你敢拆不敢認 那我講陳淑慧也是一樣 你有本事同死他就同死他 被你的名將同死人千千萬 你噁心到還去那臉書去留言 那不是二月眼淚是什麼 那我要講今天 你說那些金融機關 為什麼要大換血 大軍畏出 糧草先行 先安排好糧草嘛 第二個什麼 兩軍相交 怎麼樣 先截其良道 所以什麼 砍死你國民黨的良道 這也不是我隨便亂講 我講一個大家可能已經 還在記得的故事 你知道那個管金融的頭是誰 就是顧林雄 為什麼從港產會到金管會 他的囂張的事可多 地震基金會 他跑去跟人家警告 官說被黃國昌揪出來 他跟地震基金會講什麼 我告訴你 不准去求償 第二個我告訴你某某人給給我留下來 第三我告訴你 你給我小心 你業務費亂發 我叫你跑 會丟工作也會跑法院 接下來這種恐嚇事情多得很難 所以自己的人位置要做好做滿 幹什麼呢 不但是只貪著那個榮華富貴 那個權利 那個錢 我還要用這個位置卡死我的對手 你知道林佳龍那時候打敗胡志強 跟台中市長的時候 他在我們剛剛講 韓國瑜上任一百天 林佳龍那時候上任一百天 科長以上的人換多少個你知道嗎 因為他要位置換一百五十七個 一個台中市科長以上的位置 幹掉一百五十七個 然後被逼退休的 你已經幹滿二十五年你可以退了 或者建營這些東西有一百四十六個 董哥 這個陳淑惠 觀光局副局長 他如果實在不是被羞辱 然後被欺負到極點 以公務員一般的個性 我都已經忍到我退休 我退休我就安安靜的過 我絕對不會跳出來罵這一團 他實在是真的吞不下這口氣 因為他這次很盡心盡力的 幫忙潘孟安辦好屏東的台灣燈會 而且非常成功 人數空前 那結果說我怎麼盡心 結果燈會一結束 第二天就被通知 而且我是一個公務員 我沒有什麼黨派色彩 但是我也不管你國民黨 你民進黨 今天你是民進黨的 潘孟安是民進黨 屏東的 都會我盡心去做好 我又很有創意 我錯 做出來哪裡 是啊 沒有在哪裡 因為你擋住林佳龍要的那個位置 就這麼回事 我就錯在我擋住別人的位置 你知道林佳龍那時候 打敗胡志強跟台中市長的時候 他在我們剛剛講韓國瑜上任一百天 林佳龍那時候上任一百天 科長以上的人換多少個你知道嗎 因為他要位置換一百五十七個 一個台中市科長以上的位置 幹掉一百五十七個 然後被逼退休的 你已經幹滿二十五年 你可以退了 或者借贏這些東西 有一百四十六個 這些人全部賬都算在林佳龍頭上 四 十五個